熔登台南姜母鴨排行榜 超人气麻油爆炒红面鸭 所有精华都在汤头里 还有这永远吃不腻的面线 一人来上一盘实在过瘾 今天要分享的是冬季的美食 位于台南家里的上心姜母鴨 这家可以说是许多老饕的口袋名单 也是台南姜母鴨界榜上有名的 豆皮、米血、玉米、鸭下水 还有超人气的鹅肉丸 都是每次吃姜母鴨必点 他们家的汤头喝起来比较温顺 加入一点米酒可以增加香气还有甜味 当然吃姜母鴨绝对要点的就是面线 这个拌入红葱油的面线 那迷人的香气随着热蒸气扑鼻而来 吃的时候淋上一点汤和特制的酱料 咻咻咻三秒钟一盘绝对不是问题 他们家的鸭肉是越煮越柔软 轻轻一夹就骨肉分离了 这划骨棉长的功夫 今天很幸运的被梅森看到了 老板将特选的红面鸭 先用麻油炒过增加香气 再将他们放入高压锅中 将精华全部逼出来 还可以让肉质更柔软 看这锅金黄色的汤底 光用看的就觉得喝起来很浓郁了 他们每天都是满满的人潮 真的超级适合纠团来享受的地方 放入满满的料 我们准备开动咯 而且他们还有出宅配的冷冻条理包 这岂不是叫我外带回家孝敬一下吗 过完年我们继续吃下去吧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